也是用文創来发展观光 宜兰事工所为让更多人了解到宜兰的砖窑文化 特别运用缩小版的砖块 来结合文创邀民众来参与 包括了砌砖以及拓印等等 同时还制作了砖窑的模型 透过体验活动 吸引游客来认识宜兰的在地特色 在市长议员代表里长的共同参与下 推倒迷你砖块的骨牌象征 推动施政 为了活化限定古迹的宜兰砖窑 施工所特别举办丰富多元的活动 像是传统爆米花品尝 同心协力来盖迷你砖窑 亲子合作砌砖做笔筒 拓印彩绘等等 希望透过有趣的文创体验 让更多人认识砖窑历史 北京专导公园是我们管政府指定的构策 这是一个有教育意义的很好的公园的地方 所以志工所今天特别跟我们新生国小跟社区 共同来基盟来基盖 这个藏油乐趣的活动 我们也有这个饭米香 这个和我们一堆藏格但是是可以吃的 我们也有价格和社区 这都是文创商品 要跟社区和我们学校结合 和小朋友了解 正在有教育的意义 也要让民众和社区共同来参与的胜策 也要让外地有客来到北京专导公园 不只是来这拍摄分纱照 这里也有很多说 他来跟地方结合发展文创商品的一个地方 这个地方如果也有法推动 让很多社区作为一个观摩的一个地方 我们有法度有这个条件 让社区来发动这个基民 来推动他们在地的商品 就是认识宜兰在地的专导文化 认识以前就是那些专导工人是怎么做的 然后顺便来小朋友陪他 就是假日来DIY这样 还不错啊 来这边有学到什么或认识什么 认识以前的房子还有历史 今天来做DIY感觉怎么样 感觉很棒 感谢 另外议员杨顺木也期望文化局跟施工所 投入更多心理来规划 让宜兰专窑带动地方观光经济发展 很多议员来到这里的时候 都停留的时间很短 对地方这个经济 还没有什么帮助 我们希望加一些设施 当时的会议员时 我会跟文化局代理员说 他希望在这里做一些设施 来这里游南的地方的人也好 或是外地也可以在这里 可以在这里担一些时间 带来宜兰的经济发展 民众有机会也能到宜兰市的北京社区 参访这座县内保存最完整的十山木窑 宜兰胜记者张丽林采访报导 请不吝点赞订阅